我觉得非常自然的现象啊 一部作品出来 哪怕大家都夸好 也肯定会有人不喜欢 这个就是自然现象 那我作为一个编剧 我当然看到我的作品出来 很多人在夸 但是实事求是的说 看到吐槽的 我也会很认真的去看 有些吐槽的比夸我的 给我的启发会更大 你比方说这个 警察荣誉播了以后 有一个我在这个 B站上看到一个 然后他又转到的知乎上 我在知乎上看到的 他在吐槽警察荣誉 哎呀我觉得对我启发太大了 因为当时我正在筹备写 这个警察荣誉二 我觉得哎呀 我不知道从哪个 从哪个方向再去开拓这个主题 好像我第一里边 能写的东西都写光了 结果我看到了这个 阿普罗 他的批评以后 我觉得给我当头一棒 就一下子把我敲醒了 就突然就觉得 眼前就有了一条路 我当时想如果 我这个二真的能 顺利地写出来 还写得不错的话 我一定要郑重其事地 当众对这个 阿普罗伯表示感谢 我觉得 有价值的批评 真是千金难求 我当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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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感谢观看